台湾佛光山开山宗长国际佛光会创办人新云法师 2月5日元季我们深感悲痛 中共中央台办、国务院台办以及海峡两岸关系协会 对新云法师的辞事表示沉痛的哀悼 新云法师一生实质弘扬佛法、投身公义、造福社会、教化人心 亲力传播弘扬中华文化、在海峡两岸和海外享有圣语 尤其是新云法师始终持守民族大义 坚定支持统一、坚决反对台独 积极推动两岸交流、促进两岸同胞心灵契合 贡献卓著重、深受两岸同胞的敬重 新云法师的高德遗孕和风范将为两岸同胞所铭记 我们更应该记住新云法师的遗愿是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 我们衷心的希望台湾的佛教界人士和广大信众 秉持新云法师一致、更续、推动两岸交流合作 助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为实现祖国和平统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